拍局一副烂牌却打出了王炸 说的就是王一博吧 王一博一个河南普通人家小孩 13岁靠街舞被选中 坚定自己梦想之后 小小年级出国练习成苦练几年全A出道 但没想到韩团出道就遇到了现韩令 舞蹈出身却没了舞台 马转过拍一半就自经练锻炼的小网剧 还有乐华这么个影视废物的公司 但从拍第一部戏开始 他就坚持了用筷子练起台词 知道自己的不足默默的上影视课 他的视野从天天向上和101稍微有点起色 三小年级就不停的跑足面试 被拒过无数次 习习习习间打磨了自己的心态 一个曾经怕坐过山车的小男孩 拍上了摩托极限运动的刺激感 把天级线上当成了自己的社会大学 强大自己专业技能和内核的同时 他也抓住了每次属于自己的机会 从他爆火之后的细路选择 更是能直接的看出他的表态 他对表演是有野心的 沉下心用作品和角色替自己说话 一晃眼王一博的26岁 电视剧有精英奖 电影有经济体名 一年主扛了近30亿的票房 有代表作更是有无数时机傍身 再也不会被人忘了名字 或者嘲笑十八线艺人了 成为了被别人 以背书提卡的焦点顶流巨星了 说真的谁小时候没个梦想呢 我从小按部就班 别人眼里算优秀的孩子长大吧 很有大众认知的 不错的学历和起点 但但凡我有他一小半的清醒和执行力 也不至于把自己的好牌打得稀巴烂了 所以说青州以国万重山 不也是在说13岁就选择了自己的路 一步一个脚印的 实现自己小时候梦想的王一博了吗 表演好每一个角色 自己很厉害吗没有 人生中有很多遗憾 没有必要提 想要越来越好